德国新议届内阁的组阁谈判 因为自由民主党退出而宣告破局 联邦议会21号开议时 议长肖伯乐就强调 欧洲与各国都在等候德国组成新政府 联邦议会有责任做出回应 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共同财务 而我们为我们的国家 欧洲需要一个国家的决定 以外的决定的反应来评论 按照德国联邦基本法 现任总统史坦迈尔拥有真正的权力 决定何时提名总理人选 以及是否要组成少数政府 或是重新选举 从选后的公开讲话显示 史坦迈尔不想重新举行大选 但是总理梅克尔接受专论的时候 对于少数执政抱持怀疑 倾向重新举行选举 截至目前为止 只有绿党愿意让步 自由民主党党魁林德纳 还是拒绝重回谈判桌 由于解散联邦议会 程序很漫长 还要看总统史坦迈尔何时决定启动 因此目前打破僵局的 最快也最简便的方法 就是基民基社联盟 与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 再组大联合内阁 梅克尔的谈话也被支持者认为 是对社民党的变相施压 尽管社民党领导阶层也重申 他们打算成为在野党 但社民党内的中间派公开质疑 党魁舒兹等人太快下决定 特别是最后走向重新大选的话 社民党的得票率 有可能变得更加难看 最新一轮民调显示 基民基社联盟同样没有好处 要是重新选举 最终只会便宜其他小党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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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